是 好 所以不管是痣或胎季 如果真的影響到 我們自己的心理層面的話 當然嚴重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就一定要去除掉 有沒有看過什麼樣的例子是 你除掉之後整個的自信心 都恢復得非常好 有耶 我那個 因為其實像我們那個社區 好奇怪 就好 我碰到好幾個都是那種臉上的 特別就是好像就是這樣一邊 好像是刀子這樣劃過去 好奇怪 然後以前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人 他們就會被刻意一個說 你一定是前一輩子 好像做了一個什麼樣什麼事情 所以你這一輩子被烙印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 因為臉這樣子很難看 所以那個是一個女生 她就經常都是用頭髮直接這樣遮住 一直是遮著的 後來她就因為還好 我覺得有這些儀器發明之後 她就去處理 隔一陣子 她慢慢的臉就恢復正常了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她整個開朗起來 然後也考上很好的學校 我覺得她整個人生是不一樣的 然後至常她可以把頭髮 抬頭挺胸的對人了 是 就是說在古代 如果你一生下來就有種胎記 對 可能就會覺得你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出人頭地或是有什麼樣 可是現在儀器這麼發達 科技這麼發達又很安全 因為其實自飛感就會多點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本身就有個 咖啡般的胎記 你們都不知道在哪裡 其實在這邊我就有咖啡般的胎記 看不到 可是當然已經處理過 你們看不到 否則以前我哪敢這樣撩起來 給你們看 很大嗎 對 它很大一個 它大概是我這樣的一個手掌大 可是我就說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醫美的發達 否則以前我哪敢 都全部都這樣子撩起來 因為你只要風一吹 你知道嗎 我哪敢這樣讓大家看得到 其實因為會影響到一些 我覺得就是女孩子 總是會有一些 就是愛美的一些天性 我覺得當它除掉了之後 我覺得自信心就增加了很多 是 OK 好 再來就是 有些是我們剛講是天生的 你一生下來就有這樣子的胎記 或者是痣 有的人是這個自找的 後天你去做 例如說 你覺得說在身上有個TATO 有個刺青 你覺得很MAN 或者是你跟一個人 愛到死去活來 你要把他的人 烙印在你的身體裡面 也是你就把他的名字 或是把他的人 就刺上去 然後到時候 就後悔莫子 要分開 你就慘了 你要教下一個女朋友 要怎麼辦呢 除了刺青的話 基本上刺青有兩個心態 第一個它想要處的時候 它有感與 譬如說剛剛提到的 譬如它秀以前 那個男朋友的名字 或秀以前女朋友的名字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對 萬里有做這種事情的話 你一定要用對雷射 或者你用錯雷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用錯了雷射 你到時候洗出來以後 它的痕跡還在 對 只是比較淡而已 對 你洗了之後反而留一個痕跡 所以說你第一個 你要洗刺青的時候 你要用對雷射 第二個 你要洗刺青的時候 你是否一定要做到 所謂的雷射 還是非雷射 這是一個體育老師 然後瘦瘦乾乾的 但是他就是要耍這一種的特質 看起來比較有特性 結果他自己講了 他秀了這個東西以後 從此他開始夢魘就來了 為什麼呢 小孩子出生以後 不敢給他抱 小孩子出生以後 經常去跟他摸 去跟他摸 然後小孩子還有一天 拿橡皮擦來跟他擦 這種感動 他就知道完了 什麼陳兄痘很變得這麼的 他變得很溫柔 遇到他小孩子拿橡皮擦 來跟他擦 擦了幾次以後他就完了 就變得開始變得很溫柔了 只好乖乖來洗 像這樣的話 大概洗個兩次到三次的 這個照片就洗出來了 它這個洗完之後 像這個After的照片 它還可以再洗得更白一點嗎 它已經徹底以後 留下這種咖啡色的顏色 是一個修復器 所以說如果放了它六個月以後 它顏色基本上是相對是比較 變成膚色的 比較自然的 比較膚色的 這個故事當然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洗刺青錢 你要做刺青錢 先刪施 你不要隨便秀你男朋友的名字 秀你女朋友的名字 萬一被壓迫 愛的死去活來的 到時候要用的雷射什麼 如果這個顏色第一個標準 一定要用的雷射 記得是用這個雷射 紫萃玉雷射來洗 不要用雅殼雷射 否則你洗了之後留下的名字 那個永遠無法抹眉的傷痕 對 所以這一定要用到正確的雷射 是 刺青的除雷射的部分 它時間會拉得比較長嗎 應該說刺青本身的量多或少 來決定以它治療的當天 跟它修復的過程裡面 譬如說你可能是 一次動用到3萬花 雷射打到3萬花很到了 3萬花 3萬下 你可能整個背部要打是3萬下 你最主要是量很少 一下子就做掉了 或者說做深一點 問題是你量多的時候還要分次做 所以修復的是 應該要量或多或少 不過有一種的情形就是 像這樣的情形 基本上它刺青之後 用正確的雷射 似乎有的地方 一接受 忍 它刺了一個忍 對 忍 因為這個忍 我們把它洗的時候 似乎它的疤痕 沒有痕跡 幾乎不會留下疤痕 像這樣的代表是代表是… 但它這個等於 它是用哪一種雷射 紫萃玉雷射 它這樣刺紫萃玉雷射 紫萃玉雷射 不是用一般的那種雅閣雷射 OK 紫萃玉雷射來打 但它還可以再淡一點對不對 還會再淡… 像這樣的話 它當時為什麼刺這個人呢 事實上它是因為 它覺得它自己不認真 所以它刺了一個人 你知道它後來覺得想通了 我這個人沒有帶給我好處 為什麼 你要去考警官 你要當軍官的時候 都會被檢驗 是 有很多的職業其實不適合 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在刺青的時候 三次而後行 像我家的對面 其實住了一些更生人 裡面其中有一個大哥 大哥頭 他全身上下 全部沒有一個完整的傷痕 可是他最近就是全… 因為他說全身的刺青 它代表著權力 可是他現在一直在做 除刺青的動作 他說生不如死 你知道嗎 那個痛 對 非常 他說刺青 那我就問他說 刺青比較痛還是洗比較痛 他說洗比較痛 對 而且要洗好幾次 而且我發現它 現在我知道答案在哪裡 就是因為它找錯了醫生來洗 所以它洗出來是沒有洗到正確 因為我發現它洗完了之後 那個印子都還在 那個黑色印子還在 就變髒髒的 對 髒髒的部分 所以我這一次我可能要跟它講 要洗對雷射 建議它去洗對雷射的部分 所以但是你刺的時候 大家請真的要三四人後行 因為刺當時可能是權力的代表 但是你要洗的時候 是痛苦的十倍 刺的是痛苦的十倍 是 所以在洗雷射的部分 當事人會很痛嗎 一般來講洗的時候 恐怕是要敷麻藥 敷很久 如果說你的範圍確實比較多 打麻藥 這樣還是要打麻藥 就洗刺青的時候打麻藥 不過現在民眾洗刺青的 把它洗掉的刺青的比例 稍微比以前稍微少了一點點的 因為以前初期 雷射剛開始的時候 要洗得很太多了 那麼現在要聞刺青的人 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是 現在要想聞的人 是想好了再聞 不是人家遭了就走 不是很魯莽的就去決定了 對 而且現在你要當一些 大哥大的人 並不是聞刺青 你刺青真的越多 當不了大哥大 對 所以觀念上在改變 那真的說 大部分疼痛感還是會有 不過現在有一個保護就是 你可以先敷麻藥 然後再打麻藥 做完之後再什麼 給它吸高壓氧就好了 吸高壓氧 高壓氧就不會痛了 它傷口會比較容易癒合 也比較不會有痕 高壓氧的動作 意思就是說 讓它復原得比較快 比較不會 還有一個是 極部有氧氣 傷口 對 好 所以就是 如果你增加服 要做刺青 然後展現你的這種 男子漢的魄力 氣概 魄力 或你的這種特色 真的要先 選對人 選對 而且要選對雷射 是 不然會更嚴重 如果不是刺青 是很多女生 男生也有 就是聞眉 或者是聞眼線 因為就覺得是 這樣就省去畫眼線的麻煩 或者是省去畫眉毛的麻煩 聽說 你有這樣的經驗 是的 雷射碗之後 我們首先一個是什麼 就是說 你一個